我是的士司機阿英 駕駛了的士十年 日前發生一宗殺人搶劫案 發現一名三十九歲內地女子被肢解及棄屍荒野 喂 孟子 甚麼事 我今天在網上看到 新豪博亞和工聯總會共同成立的 特群職工援助基金 幫助手情情影響的司機 我就幫你添了申請表格 喂 不說了 有客戶 走不走啊 OK OK 客戶拿著這麼大的行李箱 就打算下車幫他搬一下 誰知他又說不用 客戶這麼奇怪 硬硬去到這麼偏僻的地方 下車望兩望 接著又轉點 唉 去了這麼多地方 終於行停了 客戶說了一句等我一會 之後就拖了行李箱走去 你們有沒有聽過前天那宗肢解案 那個迪犯好像是坐的士走的 有啊 聽過行家說 還有一個客戶還拿著一個很大的行李箱 就拖來拖來拖來 最後直到山邊 開車 這樣都被你發現到 你走不掉了 我車裝到車載儀 記得你剛才去過的所有地方 還有錄著你的樣子 你走不掉了 我打算拿著山水給你 你原來是拿著山水 你以為我幹什麼 沒有… 這件事是我的親身經歷 真是我入行以來最懶惰的一件事 其實我很想跟他說 不要亂喝山水 我給你吃了 我去建議 你當我看過了 我就不停了 我救了你 你也知道 我等於是我